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忘了开这个链接的这个声音啊 出现了一定的技术性问题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听到两个人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我们的嘉宾 Kevin的一些信息啊 还有他跟我聊到的一些财务税务相关的情况呢 把他的这些信息啊 总结下来回馈给大家 所以说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啊 只是说是我一个人通过一种声音来表达出来 转述了部分他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在税务规划上面 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 那么嘉宾呢 叫Kevin Kevin呢 他是做了17年的这个会计相关这个事情啊 这个行业从一毕业来到澳洲 20年前来到澳洲就学到会计专业 啊 那么后面呢 我会逐渐给大家慢慢去讲解他的这个经历 啊 那么什么是澳洲财经访谈一加一呢 就是我们会邀请啊 这个澳大利亚啊 金融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啊 什么是专业人士呢 就至少10年以上的资深的经验 像Kevin17年啊 那么自己在7年前开了公司啊 会计公司 所以说我们会邀请行业内啊 比较资深的精英啊 这个行业都已经钻研透了 给大家去讲解他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有趣的现象 还有一些咱们可能平时付费都学不来的一些小技巧啊 帮助大家在金融市场投资领域啊 或者财务规划等等方面呢 给大家提供更多 更直接 更有效的帮助 那么啊 他的这个会计公司的名字呢 我们就是合作机构是equity accountant 那么另外我们就是go mice啊 双方一起合作 呃 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啊 就可以发信息到我的邮箱 包括啊 咱们商务合作啊 说我有公司 我也想看看我能不能参加这个访谈一加一的节目 作为嘉宾啊 欢迎大家和我联系 那么有的朋友呢 可能投资者啊 我们的客户想要了解不一样的行业的一些信息 那么大家也可以啊 发信息给我 比方说邀请哪一位上市公司 比方说A2奶粉的某一个部门 我们邀请他过来聊一聊 最近这个奶粉啊 相关的行业啊 都可以啊 这个是开放性的 那么还是在所有开始的内容 最前边呢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免责声明 啊 就是go mice的分析师和啊 go mice security的分析师啊 以及呢 相应的文章呢 包括我们的网课 都是基于独立分析和个人经验啊 那么并不能代表公司的立场 那么同时呢 也没有考虑到咱们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以及需求啊 所以说大家在投资领域的时候呢 还是要看自己家庭或者个人的投资能力和风险偏好等等啊 这些信息呢 我们给不到大家帮助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分析啊 判断这个黄金涨还是跌 我们能提供一些相应的啊 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那么go mice呢 有很多牌照啊 在澳大利亚 那么同时呢 也提供股票啊 CFD啊 金融衍生品啊 等等的交易啊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啊 所有的投资金融二级市场的投资需求 都能够满足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集团在澳大利亚 墨尔本公司的周年庆啊 相信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也看过这个照片啊 公司呢 是一家中西结合的啊 那么其实呢 股东啊都是啊 都没有华人啊 那么当然了 我们在2015年才成立了中文部 华人在公司的这个声音啊 话语权越来越大 当然依托于咱们华人投资者的支持 我们在澳洲市场呢 越做越好 那么集团在全球已经有六个国家 是有公司的啊 所以发展还是不错的 那么成立于1998年啊 也是澳大利亚首家使用 MT4在线平台的外汇交易商 14年呢 正式取得了澳大利亚 04年 抱歉啊 取得了澳洲的这个金融服务牌照 非常早 04年就去获得了 15年呢 刚刚提到了啊 是中文部的成立 为咱们华人提供服务 那么致力于澳洲股票 外汇黄金指数 石油国债等等等等啊 包括香港 恒生的啊 一些上市公司 还有美股一些交易啊 产品都有 那么包括ETF啊 那么美股的交易成本也非常低啊 一股只需要两分钱 像你买特斯拉200多美金啊 那么交易成本两分钱一股 那么石油黄金呢就更便宜了啊 像黄金我们在目前有推广啊 基本上是不用钱的啊 当然也是做活动期间 所以说呢 各个产品我们的成本价的优势呢 啊 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 那么在澳洲的目前券商里面 也是非常老牌的啊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悉尼墨尔本的办公室啊 随时欢迎大家来考察 那么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呢 我们也多次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项 其中呢 我们最近以为好的呢 就是教育者培训的这种奖项 因为咱们不管是从小白 刚刚接触到这个市场里面 还是说我们对家庭资产配置有一定的需求 那么再或者说是有了 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投资时间的经验的 这些老交易员老投资者们 那么咱们呢 啊 跟GoMath的互动 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呢 获得及时的市场信息 第二呢 养成更加良好的交易习惯 第三呢 培养比较啊 稳健的投资逻辑啊 比较有前瞻性 那么同时呢 又能控制风险啊 这个呢 交易系统是我们比较啊 擅长能够给大家辅助的 那么同时呢 也获得了无数的好评啊 让大家在经济市场上 咱们说投资界啊 生存的更久一些 那么资产呢 稳步增加 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而不是希望 我们跟蔡大小说 今天翻一辈 明天全亏没啊 这不是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大家去体验的 我们希望呢 去稳定增加自己的资金和家庭财富 那么我们有很多现下的活动和讲座啊 研讨会 供大家学习 那么在西尼办公室呢 每周三下午啊 大家如果有时间 欢迎大家来啊 我们的公司在Saclar Key 西尼各级院附近啊 大家来我们公司去参加周三下午的研讨会 那么其他时间呢 比方说周末啊 或者在墨尔本呢 啊我们总部在墨尔本 经常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活动啊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啊 扫码之后呢 加小助手 获取最新的一些线下活动的消息 那么线上的话 我们呢 有很多的视频分析啊 那么视频里面有一分钟的啊 也有三十分钟的 也有一小时的啊 他取决于啊 分析师想要表达的观点 以及当下的时事热点 那么还是培养大家去学习这个市场的一些交易策略 还是说对当下一个热点进行分析啊 那么不同的视频呢 也表达不同内容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 GoMarket就能搜到相应的视频内容 那么GoMarket呢 从20年前到现在呢 也一路的走出去啊 从这个欧洲啊 再到美国 再到加拿大 再到澳大利亚 再到中国 我们基本上呢 都有客户 或者是赞助 合作伙伴啊 或者是合作的企业啊 那么 像欧冠 我们就赞助了这个切尔西球队 那么再到现在的温网 温网啊 包括咱们这个啊 行向大使是张帅啊 也是我们互相认可 那么体育赛事呢 一向也是金融领域比公司 比较看重的一个行业啊 因为大家呢 其实都是有激情啊 有这个憧憬 我们去有热血的做一件事情 那么投资呢 永远都是啊 新的东西 永远都是要学习的东西啊 他不像我们其他行业 很多行业啊 是稳定增加的 就是说我可以一成不变啊 金融呢 是每天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充满了挑战 跟体育赛事一样 每一刻都变化无穷 每一刻都不一定能够获得 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也努力了 那么经验呢 一直一直在增长啊 这个呢 是我们最后能够获得的 确定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呃 今天呢 右边呢 就是我们邀请的嘉宾啊 当然了 现在是我来带他转述啊 左边呢 就是我本人了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 太多很多啊 名称很多 但是这都不重要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什么呢 就是你有结果来说话啊 你有过去非常不错的 非常正确率很高的一些投资 那么回报率很高的啊 风险很低的 投资的一些策略和啊 想法 并且呢 居住市场然后通过时间来验证了 你这些判断和想法 那这个呢 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那么右边的凯文先生呢 是我们的这个啊 会计公司老板啊 他在17年前就进入了到这个行业啊 那么能够做的啊 这些会计的一些业务呢 一会也会给大家提到 那么他的手机号啊 和邮箱以及公司地址 还有公司网站都在上面啊 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会计行业呢 其实啊 他跟我讲啊 就是会计是他一个认为呢 比较稳定的啊 当然他也开玩笑说 因为选择这个行业 毕竟是移民行业的啊 那么接触下来之后呢 他发现他的性格啊 比较适合这方面 因为每一个行业 我们知道不管是做餐饮 还是说我们上班啊 还有做金融 他每个行业特征是不一样的 像金融呢 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不确定的事情 那么我们每天呢 都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你的账户的钱 不可能每天都在增长 对不对 但是会计呢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啊 那么另外呢 我也问他 就是说啊 就是澳洲啊 咱们作为普通的啊 咱们打工读来说的话 哪一个行业的收入是比较稳定的啊 他也给的非常确切的回答 就是说他在第一呢 是政府官员 或者说政府从事的一些职位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每年的这个啊 Super 比我们普通的要高啊 不是10% 11%左右啊 更高一点 甚至17% 那么同时呢 他们年价更多 像我们平时呢 可能是每年咱们有四个星期的年价啊 加上两个星期的病假 那么政府人员呢 或者从事公共事务部门的人啊 职员呢 他们可能有六个星期 甚至更久的年价 那么包括对女性的产假 他们的这个啊 休息的时间周期 带薪休假周期会更长啊 那么同时呢 他们的薪水呢 普遍更高啊 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增长 这个薪水增加的幅度和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政府部门的这个呃 人员呢 是个人收入里面最高的啊 也是最幸福程度指数最高的啊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他说的啊 一些稳健的 像这个IT啊 像这个会计会随着经验的累积 他的收入呢 会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啊 那么这个行业啊 这两个行业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他的个人微信啊 是CA的这个CA啊 大家就是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 那么他公司有哪些业务呢 他有基本的这个会务 会计的这个这些啊 报税啊 作账啊啊 然后呢 记账啊啊 包括帮商事公司去啊 做一些合规性的东西啊 审计啊 这些都能做啊 税务规划 自养老金的规划 那么他在举的很多案例中啊 也提到了 那么一个好的税务规划 比方说他认为呢 他最杰出的一个表现呢 一个案例呢 就是在10年前 他帮他的一个客户呢 做了一个税务规划 那么导致呢 这个客户在当时买了一个商务商业物业 那么在10年后的 比方说10年后的今天啊 他是前几年卖掉的 那么他卖掉之后呢 哎一分税都没有交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商业物业在10年的增值幅度可不小啊 啊 怎样以咱们house为例啊 至少几百万对不对 咱们说商业物业可能上千万的市值增值 那增值部分一分钱都不用交税 这个呢 就是在税务规划的时候 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 那么啊 他能够提供的啊 这个服务 远比我能表述今天转述的内容要多的多啊 因为毕竟我只是能记下来多少 给大家讲述多少 那么同样呢 他还有像这个右下角的啊 管养老金啊 或者是自己养老金啊 他也非常有意思 他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用啊 自己借钱给我的这个自己养老金 然后呢 我用自己养老金去啊 买这个物业或者是买商业物业 买地产什么的啊 我借钱给他 那这样的好处呢 也非常的明显啊 就是税务上非常非常优惠 他甚至能做到啊 像养老金一样 你持有年轻人长一点超过一年 比方说能降到10%的税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可能最低也就是25% 对吧 中小企业的这个税务 所以说呢 当然我具体的数字呢 可能没有描述那么准确 但是意思呢 就是告诉大家 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 眼花缭乱的税务体系的设立 基本上帮助大家呢 啊 不管是你买商业物业 还是买房产 还是做什么其他投资做小生意 哎 基本上都是能够 最大限度的利用目前的 澳洲的一些合理合法的税务上的 体系政策制度 福利啊 帮助大家获得 应该获得的最大的收益啊 这个是他非常厉害的一点 那么同时呢 他也提供很多的这个啊 建议 包括呢 甚至咱们啊 这个企业有一些纠纷啊 还有需要这个查账啊 啊 或者是一些啊 咱们如果说要做贷款 企业做贷款啊 那么这些挑战啊 或者说是 把哪一个部分的账啊 做地盐啊 什么的 这些他都可以做的非常厉害 满足大家的这个 作为啊 客户啊 方的一些基本的诉求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我也问了他澳洲行业啊 这个利润情况啊 为什么要问他呢 因为做会计啊 他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 那咱们啊 他们就能表述 哎 比方说最近两三年 哪个行业赚钱最多啊 那当然找他报税的人 一看哎 今年赚了两百万啊 那么也有行业 肯定是这两年有疫情啊 或者说疫情后没有复苏啊 或者怎样哎 有亏损呢 我今年亏了二十万五十万啊 怎么办 你帮我想想办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也告诉我了啊 比较好的一些行业呢 啊 他在疫情后也非常的稳定啊 那么这个呢 大家想要了解了 就是凯文啊 亲自去问一下哪个行业 目前比较好啊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不好的这个啊 行业呢 跟大家去说一说啊 就是这个像奶粉啊 啊像奶制品啊 粮食农产品出口啊 啊出口到中国 这部分呢是受影响 负面影响最大的啊 那么当然了 最近也稍微有一些缓和和复苏啊 啊也非常明显 之前中澳关系不好嘛啊 啊贸易出口 尤其是粮食奶制品这些油 尤其是奶制品有保质期的 再加上疫情对不对 那这个受影响是最大的啊 啊负面影响 所以说呢 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啊 就找他啊 没问题 那么第二呢 就是退费的一些费用 像鸟老金呢 他提到了啊 基本上都是2000多啊 2500左右啊 那么一个基本费用 那么企业和个人呢 像个人的工资税啊 基本上从200左右啊 到600到800都有可能啊 啊根据这个报税的复杂程度 比方说像购买是 大家在购买是做交易 CFT的啊 和股票的 那么他的报税呢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特别复杂的话 可能呢 啊当然购买是比较简单 会出一个年报 大家给自己的会计一看啊 基本上很简单 可能一共就收了600块钱 那你有投资房 有其他的一些小生意啊 啊 第二个职业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会稍微复杂一点啊 那么企业呢 那么从最简单的 也是啊 1000左右 或者几百到一两千 到上万甚至几万的都有可能 那么也是取决于企业的复杂程度啊 那么收费呢 啊 我跟他也问了很多 在悉尼呢 绝对是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了啊 当然了 啊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税务系统啊 像FamilyTrust什么什么交叉式 持持持持持 交持了这个股权啊等等啊 这些就复杂了啊 这个就是要找个单独谈了 那么第三个的问题呢 就是目前啊 澳洲政府对税务的政策啊 这个他有回答的非常明确啊 就是澳洲政府呢 对税务的态度呢 是逐渐友好化 比方说对个人来讲 原来是9万啊 的收入就要交37%左右的税 那么现在可能涨到12万才要交 能对中小企业呢 是最友好的 那么之前从30左右的税 降到现在25 对不对 那未来呢还有可能进一步 给更多的啊 中小企业去做税务上的优惠和扶持 那么他也非常明确提到了啊 就是像咱们做中小企业的朋友呢 有很多澳洲政府给到的扶持 咱们都不知道啊 像他有很多做旅游的啊 旅游的客户 旅游行业这两年也非常惨淡嘛 对不对 但是他呢帮助这些旅游公司 通过政府的一些和合理的这个支持和福利政策 哎 这些公司呢活的非常好 非常舒服 不用干活啊 也能赚到很多钱 当然这个钱不是赚 而是他拿到了一些政府的一些相关扶持 因为政府也希望这些旅游公司去招揽更多的游客过来 那么这些福利或者是优惠政策呢 那么凯文是非常熟悉的啊 大家在做这种行业啊 或者说对想要一些获得更多的政府相应的一些行业资讯啊 找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退税经典案例 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个 甚至呢他其实啊我知道的 因为我也有客户在他那里做啊 这个会计和退税 基本上呢一年啊 赚大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 但是呢他通过一些合理的方法 或者税务框架体系 哎规避掉非常多的啊 税务的就是说啊 这个税就是说通过他的规避和设计方案之后啊 啊中间差的钱呢可能少说啊 几万多几十上百万上千万都有 有可能 所以说呢这个税务体系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啊 在西方国家呢和你合理避税啊 合法避税都是一件啊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了解 当然了你应该纳税那部分 你适当的去纳啊 这个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因为毕竟是为澳洲社会创造了一些福利 我们要回馈社会 这个也是应该的 那么对于交易和税务方面呢 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些 像呢 嗯 我就问了凯文哎 我说这个开资金奥金啊 开搜推特和个人账户 企业账户分配刷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其实呢 我也当时举了一个案例啊 说呃 什么样的人适合开资金奥金 首先呢 咱们自卖要资金的账户里呢 啊有一定的资金 第二呢 你要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了解 或者说是你有信的过人啊 比方说你在购买时开了这个账户 你需要自己打理或者参考我们分析团队 或者一些报告和策略去做这个投资啊 那你回报至少要跑赢基金 对不对 跑赢每年5% 那连5%都跑赢不了啊 那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表中肯的建议啊 那么如果是做企业户啊 那其实呢 如果是你的投资基资金大了啊 那么可以通过各种的税务结构设计啊 可以做到比方说免税 那么股票和CFD呢 这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啊 像股票你持有一年以上 哎他是capital gain的形式来计算的 那么啊 持有一年以上 是不是可以只降到啊 百分之十五的税务 那么CFD呢 他呢 如果是你持续性的交易 比方说啊 像第三个问题 资本利得还是说你持续性的一个交易 比方说 哎 你每周都有交易啊 那他其实呢 探做的就是你个人的第二职业 或者说你公司运营的一个商业行为啊 那么就是一个生意了 那么你用生意来说的好处呢 就是说你亏损的时候呢 可以给你的个税相抵啊 比方说你今天工资挣了十万啊 那你做CFD交易亏了是吧 哎 那这份可以适当的这个亏损抵扣一些回来 那么同样呢 你用公司的名义来开户也是的啊 但是呢 那就是如果你赚钱的话 你还是要照个人所得税网上累加的啊 所以说他优点和劣点呢 劣势呢都有啊 这个大家具体呢 啊 去问一下凯文啊 就是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税务上的需求啊 那么第四呢啊 这个税务规划相关建议呢 他也是给到大家 就是说要因地而置疑 每个家庭不一样啊 甚至呢 有的人呢开Family Trust的非常好啊 因为他这个家里啊 收入结构呢 不是很温和啊 就是可能小朋友们刚刚满18岁19岁 哎 上面的人收入非常高 那他可以分配的给每个家庭成员 那么有的人呢 适合以公司公司合作的形式啊 他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大家要啊 去亲自问他才可以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啊 我今天个人部分要讲的 就是说以色列和巴尔斯坦的这个情况 巴以冲突啊 对目前的基础市场的冲击呢 还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说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毕竟呢 到了这今天嘛啊 说一点基础知识或者信息都不给到啊 那肯定也不合理啊 那么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通过这个CF 自己的市场变现啊 对时局的分析判断 就是我们学到了知识 或是我们哎 天天看新闻啊 巴以有冲突了 哎 这个医院被炸了 我们在忧伤或者说是 就是化解内心悲伤之后 我们呢 其实可以去看到啊 这个市场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啊 比方说我们要避险啊 比方说石油价格可能会上涨 因为中东地区啊 一旦伊朗介入的话 哎 那这个石油是不是就可能上涨 那么美国的军工股啊 因为美国家航母也开了 对不对啊 那拜登还想访问呢 啊访问这个阿拉伯国家 那这个军工股 美国的军工股是不是会大涨 波音啊 前两天这个飞机出问题了 那波音股价是不是会快速回升 啊那这些呢 都是存在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呢 是在特定的呃 阶段会产生的 我们不说一定要 我们就说发这个战争材质 不对啊 因为我们不是资助这些人去打仗 而是说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 我们去学习和了解一个特定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或者说一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哎 那么这个事件会带来哪些影响啊 我们去顺着这个逻辑去从找到哎 找到黄金要涨哎 找到石油受影响 找到天然气是不是也受影响 哎黄铜的价格是不是还没涨啊 就是你慢慢慢慢慢慢引导到哎 第二个第三个产品哎 那个就是其他人还没有注意到的 你像黄金开盘就涨 如果你第一天没买进去哎 第二天你买进去也来得及 但是你七天一周之后 你再买那可能就晚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找他的替代品 比方说哎 是不是有黄金股票还没有涨 对不对 那么黄金还跟什么有关啊 跟铜啊 跟铝月 那么这些产品的价格是涨还是跌 我们就要分析啊 那么除了黄金以外 还避险呢还有什么呢 有没有比特币啊 比特币我们购买自己也能做啊 比特币会不会涨啊 那么除了比特币之外 美金会不会涨美元 美元也是避险的对不对 美元如果涨了 哎日元是不是可以还没有涨 我们是不是可以买点日元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要去根据自己逻辑去判断 然后呢最后我们选择一个 在当下时间节点上涨 或者说下跌债率最大的 就是说胜率最大的 哎我们最后选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黄金 或者就是石油 哎我们去买 或者说这些都已经涨过了啊 我们去找到石油股票啊 我们去找到军工板块的股票啊 甚至呢我们可以选择做空旅游业的板块啊 做空船运业的板块是不是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逻辑 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个市场 经过我们的判断之后 拿个小本本写下来啊 比方说在10月13号啊 暂时刚升级的时候 我认为黄金要涨石油要涨 那你一个星期之后哎 再看看我一个星期前写的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啊 市场有没有按照我所想象的一个方向去验证 那么这个呢 都是属于我们通过自己的知识和逻辑啊 以及经验去验证市场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呢 那金融CFD的好处呢就在于它产品非常丰富啊 那么美国的股票你可以买啊 那么股指也可以买 黄金石油原油天然气 甚至国债都可以啊 那么澳元美元澳元人民币都可以买 那么同时也可以做空啊 因为有的东西像港股恒生指数 那么每次打仗的恒生大概率都是下跌的啊 美股不一定下跌 但是恒生大概率是下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做空恒生指数啊 那么欧洲呢离得近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选择做空以色列股票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渠道 我们是可以做空德国股指啊 我们做空英镑做空欧元 因为欧元离得近嘛 那么欧洲呢天然气一旦断了 欧洲又很难受 就跟之前一样啊 这个俄乌战争 欧元跌了多惨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都是能够找到一些替代品 去验证我们投资的逻辑 所以这些呢 就是大家需要去学习和了解的 那么这个战事呢 我认为啊 如果是没有美国的介入啊 其实是很难停下来的啊 为什么要美国介入这个原因 大家都清楚啊 一个是美兰啊 那么一个是军事 一个是政局盟友啊 那这些美国都有天然的优势 他说话好使啊 对吧 你觉得中国出面 不一定好使 所以说俄罗斯那个普京 现在在中国方面呢 对吧 那对中东局势 他也不做过多的干预 他反而呢 这个化解了他的军事压力啊 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局势 不管是谁最终受益呢 国家受益啊 我们看一下就是啊 巴以的这个冲突啊 你看大家现在去小龙叔啊 去YouTube上面啊 都能找得到 就是说巴斯啊 现在已经非常惨淡了啊 他200万人被囚在囚在那个围墙里面嘛 啊 然后呢 断水断电之后呢 你想医院里的这个 插管子 对吧 你断电了之后 你这个人没有没有那些仪器维持生命了 对吧 你新生儿对吧 都都都没办法生活了 那么巴勒斯坦呢 也有50%以上的人口呢 基本上是贫困线以下的 每天都要吃这个救济粮啊 没有什么收入 没有什么工作 没有就业机会 200万人啊 这个这个非常惨淡的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啊 才要反抗 对不对 你看他从1937年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这个这个面积啊 啊 那么包括耶路撒冷啊 这个黄黄色呢 金黄色呢 是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呃 面积啊 犹太人的这个领地在上面啊 我们看到这个1947年的时候 联合国呢 把这个好的地儿啊 都给犹太国家了 就是跟那个阿拉伯原来1937年 十年前颠倒了个个啊 你这不是对吧 当时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搞的 肯定是有利益 巨大的利益在里面 给他掉了个个 啊 然后呢 耶路撒冷4万这个国际区 由联合国管辖啊 那么当那我们看到 原来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国土面积比例非常高啊 那么到了1947年阿拉伯国家这个啊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 啊 70万人口只只占了53%的这个土地 那么犹太国家的人口呢 可能是1万多啊 占了47%的国土面积啊 所以说呢 就按照这个比例啊 那么具体数字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啊 所以这个非常夸张的 那么在这个阿联 联合国的分治计划的第二天呢 啊 沙特这个阿拉伯国家就联合攻打以色列啊 结果战败了 不服气啊 他要灭国 灭灭了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啊 但是战败了 战败了之后呢 哎 我们看到1948年到到1967年啊 六支阿拉伯军队发起进攻 结果啊 失败了啊 以色列的边界更大了啊 我们看以色列的边界把扇门都给吞掉了啊 把原来上面最最黄色那一块也给占领了 然后左边也给占领了啊 就受受了一个当时埃及人控制的一个区域 那么然后呢 右边是约旦啊 这个控制的一个区域啊 基本上都没灭啊 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今天啊 这个今天的这个1967年到今天啊 他这个图显示的还是非常温和 我们其实在啊 YouTube和小红书上面能看到啊 大家分析的有很多军事迷嘛 啊 政治民意分析的 那么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啊 巴勒斯坦 不是沙特啊 就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呢 基本上呢 已经啊 非常非常微小了 他的那个土地面积和人员的那个 啊 活动区域啊 都已经被限制了 号称最大的露天监狱啊 当然这个啊 确实很夸张啊 被管制起来了 而以色列呢 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时间里面 对不对 包括我们说那个香港首富李嘉诚啊 都在以色列大量投资 啊 所以说呢 两个国家呢 到今天呢 他已经是差别非常大了啊 这个视频特别多 我们不去讲解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们只是说表态啊 就是说很多朋友想在这个时候 觉得黄金价格价格涨了很多 哎 是不是可以做空 千万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黄金啊 包括你战争这种东西啊 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结束的 虽然巴以双方的冲突呢 呃 很多国家介入了 希望缓解 但是呢 你不知道这些国家背后 按的是什么心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以最善良的心态 去看待这种近千年上千年的种族冲突啊 或者宗教冲突 这个是很难短期解决的 毕竟不像对吧 华夏民族 不管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中国目前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民族暴容性和文化暴容性是很强的 那么多个民族啊 也不打仗 对吧 或者说有打仗摩擦都是局部很小的 那么这种军事冲突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啊 所以说呢 在当下这个情况呢 我们不要做空黄金 因为你随时局势有可能恶化 啊 因为指不定谁 哪一个帮快的 或者说哪一个国家 哎 中间十个小半子 那么 在政治经济央行这几个领域啊 他有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呢 就要顺势而为 或者说是我们观望啊 像黄金你现在可以顺势而为 但你不能做空 因为做空的风险是大于买涨的风险啊 因为整个局势呢 啊 是站在不确定性这一面 而不确定性会导致避嫌情绪啊 稳定增加的啊 所以说呢 这些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啊 一个是我们投资逻辑 在经济上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你要去验证 那么你衍生出来啊 黄金的背后有没有白银 白银涨不涨 对不对啊 那么白银的股票也没有涨 那么美国的白银股票涨了 澳洲的白银股票 黄金股票也没有涨啊 那么你就可以去判断出来 他有连带性的时候呢 找到那些还没有启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能够赚到的一些啊 二级市场上的回报 另外千万不要逆去二位啊 那么在黄金交易呢 今年的黄金交易呢 整个全球市场的黄金交易的量啊 比去年是翻了好几番啊 像中国我们的客户呢 这个交易黄金的数据显示呢 是基本上涨翻了十倍啊 就今年大家对黄金的交易热情非常高啊 原因也很简单 中国股市不赚钱房产全球的房产呢 投资现在都有一定的泡沫 加上利息又比较高 所以说呢 大家不太愿意那么高的成本去维持啊 一个啊 就是负现金流的投资啊 所以说呢热情下降之后呢 这个钱到哪里去呢 对不对 加上现在的这个呃 全球局势 不管是俄乌战争还是巴以冲突啊 那么再到之后的可能发生了一些潜在的 更啊 更多国家卷入的这种可能性存在 所以说交易黄金的量呢是非常大的 那么购买斯呢 也是提供了啊 零commission啊 就是不收手一费的黄金交易啊 基本上呢 是同本价给了大家的这个报价 所以说呢我们交易呢 一手呢 能省下来比方是10块钱20块钱 那我们一天如果是有一些客户啊 交易的非常猛啊 可能一天交易几十种 那一天呢就省下来几百块钱 那么这些钱呢 都是实在是省下来的啊 所以说呢 目前的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产品相关的 或者说投资策略相关的啊 那么就加我微信啊 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个 会计财务报税啊 税务规划 那么甚至生意买卖啊 这些啊 避税啊 或者说是投资啊 投资房啊 物商业物业等等啊 那么就去找凯文先生啊 凯文老板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呢 就是说啊 会有两个人啊 这个一问一答的形式更多的 能够展示啊 对方嘉宾所在那个行业 他所擅长领域的一些核心内容 展示给大家啊 我们今天由于我的个人这个 技术上的失误啊 所以说只能委屈大家 听我转述一下 那么 我再把这个给到 凯文的这个微信啊 大家可以去加一下他的微信啊 那么 提我们购买的呢 相当于是就是 你可以先问报价 哎 问完报价之后提我们啊 给你打个折啊 就有点小机灵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改版的活动呢 就是财经反弹啊 的形式了解更多专业行业领域的一些啊 信息跟咱们身边息息相关的像税务这些投资啊 家庭理财这些息相关的一些事情点点滴滴的帮助我们守住更多财富 西水长流啊 开源节流啊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花这么长的时间听我们的课程 或者说是我们的直播啊 那么感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加开文的先生的微信啊 以及呢 加我的微信啊 和我们去的联系 感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